分手契约 第四集 蓝旺积木无表情地说 你这么有空的吗 还是这么缺钱 他只是单纯的字面意思 但在魏无羡听来 却有一点老板在 斥问员工你的本职工作完成了吗 以及嫌我开给你的工资少吗的意思 啊 不是不是 魏无羡辩解 我只是有点喜欢这份工 接着又赶紧补充到 另一份工 我也很喜欢 更喜欢 蓝旺姬悠悠地瞪他一眼 问 聂怀桑在哪 魏无羡说 他找你来没什么事的 你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我再给你调一杯酒 好不好 蓝旺姬点头 同意赏脸给他 魏无羡依然是调了一杯 跟上次一样的酒 放在蓝旺姬面前 他说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一份金巴黎 一份咖啡酒加一支蛋黄 蓝旺姬问 酒牌上没有吗 魏无羡说 没有 我不卖给别人的 仿佛多金贵似的 蓝旺姬觉得酒 虽然不难喝 却实在是味道怪怪的 就像面前这个人 一言难尽 蓝旺姬拿起酒杯说 不影响你做事 我去找聂怀桑了 唉 魏无羡叫主人 轻声说 如果今晚想我过去 我可以请假先走 蓝旺姬看着他那张真诚的俊脸 顿了一会儿 说 没关系 明天周末 我可以等你下班 魏无羡勾起唇角一笑 说 好 还对人眨了一下左眼 然后忽然意识到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彻底抛弃了羞耻感 毫无心理障碍的 一步跨入妖宠的轻浮角色 这晚 魏无羡是坐着蓝旺姬的车去人家的 然后恪守本分 当然蓝旺姬本质上学习能力 还是挺强的 已经不需要他教了 两人的状态都发挥得很好 他们彼此都很满意 一起飘飘欲仙 魏无羡苦命惯了 醒得早 但是在蓝旺姬的床上 只要蓝旺姬不起 自己是断断不想独自起来的 古人说得好 春宵苦短 他热情表达了 要给金主做一份爱心早餐的愿望 昨夜他亲手掉的那杯酒的滋味 滚过蓝旺姬面 他的手艺 不是也罢 蓝旺姬坚定地说 家里没东西 出去吃 于是 两人坐在小区门口一间高级的面包店里 就着咖啡 吃着温热柔软的面包 蓝旺姬问 你今天还要去看江城吗 可以不去 他恢复得不错 生活可以自理了 魏无羡眨眨眨眼睛 一本正经思索道 我今晚是不是可以不走了 随便你 蓝旺姬硬着 并不看他 专心往切开的面包里一层黄油 一层果酱地抹着 那中午我做饭给你吃 魏无羡殷勤地抓住 再一次降临的表现机会 蓝旺姬的手哆嗦了一下 小圆面包几乎滑落 他再次回味了一下昨夜那杯酒 还是不要相信他的手艺了吧 蓝旺姬果决说 中午也出来吃 哦 魏无羡很遗憾 但金主的话就是圣旨 他还没有猖狂到 胆敢左右金主意志的地步 两人回家 看着蓝旺姬用指纹开锁 然后进门 等着人在沙发上坐下 魏无羡故意问道 既然我每次来 你都在 为什么还把我的指纹 按在密码锁上 蓝旺姬哑然 好像是用不着 魏无羡揣摩着他的神色 说你不会是想把我的指纹取消吧 不等人回答 他的脸凑了过来 说 聂怀桑批评过我 说你花了那么高的价钱包养我 而我来得太少了 你说呢 他显得恳气又无辜 魏无羡的脸贴得太近了 近得没有空间令人思考 蓝旺姬倍感压力问 那他说你来几次才合适 他 魏无羡惊讶了 这是是聂怀桑来定的吗 魏无羡嗤一声 说 你不是跟他熟吗 要不你现在打个电话问问他 蓝旺姬当然听出他的嘲讽 休脑地站起来要离开 魏无羡一见急急拉人 叫道 哎 你生气了 我不说了他拉的用力 蓝旺姬被他拽得栽回沙发上 而魏无羡也失了平衡 整个人跟着趴到人身上 蓝旺姬 别生气了 我道歉还不行 惹金主生气是不对的 魏无羡时刻牢记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用问聂怀桑 我就听你的 魏无羡从小冠会甜言蜜语 讨好将燕离换得不少好处 把人家亲弟弟将成恨的牙痒 如今换个讨好对象一样轻车架属 蓝旺姬瞪着他说 你起来 魏无羡这才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太重视态度 忽略了姿势 这姿势颇曖昧 可是有点迟了 魏无羡发现自己身体有个不安分的小东西 已经先一时一步跃跃欲试地抬了头 要命的是 他感觉到了 那处在一起的 不仅仅自己的一个小东西 昨夜才刚刚十岁之位的 他们好像抛开了主人 已经达成了默契 你起来 蓝旺姬又叫 声音沉了几分 魏无羡不舍得起 反而将身体重重地磨蹭了两下 于是 他能感觉到夹在两人身体之间的 那两个小东西 仿佛一下欢呼而高涨了 蓝旺姬呼吸陡然粗重 谋色忧深 真要我起来吗 魏无羡低着声调问 两人呼吸可处 蓝旺姬看见人眼睛里闪动邪恶的光 其实 昨夜 两人才算真正彻底地如鱼得水 酣畅淋漓 起来 蓝旺姬感到昏头昏脑 声音已经绵软了下来 魏无羡将脸又轻低几分 几乎蹭上 说 可是 你身体有一部分 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浴火焚身的情人眼里 魏无羡这张脸不是稀施 是打击 魏无羡说 我想听他的 他的手向下 隔衣握住 昨晚那样 你喜欢吗 魏无羡笑意盈盈又默默含情地问 蓝旺姬自喉咙深处 不受控地泄出低沉一声 紧绷地弦断了 底居的身体软下来 这一声彻底摧毁了魏无羡薄弱的意志 意乱情迷之际 魏无羡一缕心神清明 替他盘算 是不是可以轮到自己上了他 上不上 上不上啊 魏无羡猛一声大叫 他被人凶猛攻陷了 愁出盘算划上了句号 那也行 魏无羡心态端正 随遇而安地享受着 一边发自内心赞美 蓝旺姬你好厉害 啊 快点 快点本来那天 身心舒畅的魏无羡 很想知恩图报为人做一顿晚餐的 但是蓝旺姬说他哥 叫他回家吃饭 既然蓝旺姬都要回家 自己便也回家跟江家姐弟吃饭吧 江城说 你不是跟着教授在做项目吗 你有事就忙你的去 以后都不用管我 别耽误了正事 让教授骂你 有什么事用得着我的就说 江城叙叙叨叨地说了一对 为无限云里雾里 然后才突然记起 自己当初是怎么跟人解释手术费的来源了 他知道江城一直很过意不去 呵呵 没事 我的水瓶目前也就只能在团队里打打杂 他想起蓝旺姬 活不累的 就是时间长 要做一年 江燕离说 阿县平时要注意休息啊 这几个月你瘦了好多 有空的时候就回来吃饭 姐姐炖汤给你喝 姐姐不用担心 我没事 魏无限对江燕离一向嘴甜 那以后我可能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了 反正平时有什么事你们要给我电话 魏无限已经英明地预测到 以后的周末大概是要用来伺候蓝旺姬的了 吴宁说是赖上了蓝旺姬 比如现在 想到一会儿出门回的是蓝旺姬家 她居然有点归心似见了 经过上午两人的急性发挥 距离又拉近了一些 不单是水平间距 上下差距也缩短了 魏无限发消息 给人说自己可以离开江家了 然后 蓝旺姬回消息说自己也可以走了 魏无限是宠生交的问 顺路姬我吗 蓝旺姬不说顺不顺路 只回说可以 然后让她发位置 魏无限心里美滋滋的 人一旦抛弃了不必要的羞耻感 真是豁然开朗 那天以后 魏无限动不动就主动发消息给蓝旺姬说 我今晚去你家 每次都是她主动 每次蓝旺姬都说好 魏无限难免又膨胀了 刚进家门的她 吃着蓝旺姬跟聂怀桑去吃宵夜 打包回给她的鸡丝粥 一边自哀绅士 我在教室写了一碗论文 然后巴巴跑过来伺候你 早上还要赶回去上课 我起早贪黑容易吗 做她对面翻书的蓝旺姬一下子不自在了 魏无限看出来 心里乐了 咽下一勺粥 啄啄叹出两声 魏无限一旦决定了抛弃脸齿 就抛得干净 脸皮这东西也趁势越长越厚 魏无限对此深有感触 伺候两字 她出口毫无卑贱感 但蓝旺姬听起来就不同了 道德的神经被这两个字狠狠拨谈了一下 大概是经过了羞答答的思考 蓝旺姬郑重地征询她的意见问 那今晚 让你让你像我们第一次那样 人惭愧的都结巴了 魏无限眨眨眼睛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需要费神消化 好像是某个梦想起死复生了 她本意可没这奢望 只是忽然动了小念头 觉得既然现在一周里自己来的时间比不来的时间还多 干嘛不就住在她家 反正蓝旺姬这间公寓不小 连书房都有 两人多点时间待一起不好吗 难道陪蓝旺姬出去吃宵夜的不应该是自己吗 但蓝旺姬抓错了重点 魏无限按住心中激动 摆出一副致不在此的淡泊正经的样子 说 你的意思是 让我进你那里 嗯 可以吗 在明晃晃吊灯照样的饭桌上 如此剖白地谈论这个问题 蓝旺姬尴尬的不行 居然问行不行 魏无限几乎脱口而出每天都行 但她对自己说 镇定 镇定 她温和又克制地点了点头 魏无限觉得 后半碗粥比前半碗美味太多了 早醒的魏无限望着天花板 想想那些夜晚 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学校过来蓝旺姬家 一早在披星待月地奔回宿舍 就像偷情一样 魏无限决定要堂而皇之地 翘刻一节方称得出 昨夜令人陶醉的那场幸事 是多么隆重 你要是愿意 可以住在这里 出门前 蓝旺姬对她说 啊 魏无限想起 这才是自己昨晚挑起话头的本意 她很快乐 蓝旺姬对自己真是太好了 好啊 以后我做饭给你吃 魏无限还没忘记初心 蓝旺姬面色一僵 沉着说道 怕是来不及 我们学校的食堂很好 你不妨过来吃 魏无限一想也是 两人的学校离得不算近 下午课后 过来这边买菜做饭不现实 但一想到跟蓝旺姬一起跑食堂 她莫名地由衷高兴 于是 魏无限毫不客气地搬了些衣服去蓝旺姬家亲占人衣柜 然后经常下午课后便往蓝旺姬的学校跑 刷着蓝旺姬的饭卡 吃着比自己学校食堂好吃百倍的饭菜 有时候蓝旺姬也会带她在外面下馆子 反正每所大学门口都会大同小异地有着一条街又一条街的餐馆 风俭随人 不过在蓝旺姬他们这种贵族大学外的餐馆 还是普遍要高档的多 何况蓝旺姬喜欢去高档中的高档的 魏无限像一名幸运地被王子拉入上流圈子的灰姑娘 一不小心阶层跃迁了 这种时候 魏无限到时常表示过要由她来买单 但蓝旺姬会简短地淡淡说 不用 魏无限便不争了 想想也是 拿着蓝旺姬给的钱请回人吃饭 怎么说的呢 请什么都显得真诚不足 日子都过得这么好了 魏无限之恩图报 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精益求精的伺候金主 蓝旺姬倒被她伺候得很有点不好意思了 暗暗认识到温叔的教会未尝不是金玉良眼 魏无限跟蓝旺姬商量过 要不我就不去酒吧上班了 她早已经辞掉了另一份工 蓝旺姬说 没关系 你自己喜欢就好 魏无限一下子又没主意了 感觉好像自己彻底不想自食其力似的 只图以色试人 她抬眼看了看蓝旺姬 被蓝旺姬瞧不起自己就不好了 她自己知道 在金主蓝旺姬面前实在没有太多尊严 也不配有尊严 尊严就像她的一件因为生活窘迫 而被穿得太多 洗得太多而又薄又透 又缩水了的衬衣 有时还是得翻她出来抖一抖 直在高高地亮一亮 好穿上 怀着臂肘自争的心情 与其说是腾西那件就衬衣 不如说是腾西那个自强不息的自己 摄友们以为魏无限风雨无阻地回家住了 江城以为魏无限还在住宿舍 魏无限是个非快适应环境的人 在蓝旺姬家里是这样 跟蓝旺姬在她的校园里出双入队也是这样 她经常不知不觉地忽略了他们的包养关系 幻想中两人就是一对浓情蜜意的CP 甚至作为情侣专有的某些小情绪 也在她身上前资暗掌 比如 最近 蓝旺姬就很不令她省心 因为她发现了 玉树临风的蓝旺姬在他们学校里 虽然不招风引蝶 但是风蝶自来 每每一想到这里 魏无限便恨恨 仿佛见自己化身一只勇猛的苍蝇拍 绕着蓝旺姬啪啪啪一通横扫千军 告诉我 我们出校门前 在你面前笑成两朵花的那两个女生是谁 回家半天 魏无限还在耿耿于怀 蓝旺姬茫然问 是说建筑系那两个同学吗 你当时不是问过了吗 魏无限点头 说 嗯 我就想听听你回答的 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 蓝旺姬还没咀嚼出她这话里 隐隐约约的深刻含义 魏无限已经坐到她面前 一脸忧心忡忡又与众心肠说 蓝旺姬 你一定要洁身自好啊 这话的分量有点太重了 蓝旺姬感觉被她砸得头脑发昏 我怎么了 她诚恳地问 魏无限手一挥 说 也没什么 就是你们学校那些女生们 对你太热情了 我很不放心 她心想 男生们我也不放心 蓝旺姬无语 魏无限继续苦口婆心说 蓝旺姬 你不要理她们 我不在的时候 你就好好学习 天地良心 蓝旺姬从牙牙许语时起 就展露出过人天分和自觉性 活了二十年 就从不许人对她说要好好学习这句话 魏无限是头一个 但是蓝旺姬还是硬了 虽然心里觉得她有点不可理喻 但看人一脸委屈的小样 蓝旺姬心善 主要怪温若寒 当初财大气粗地教她看中了谁就包养 却没再负责任地给她一份饲养指南 蓝旺姬只当养只小猫小狗都要哄着 何况个人的事不 请不吝点赞 监视频 感谢观看